这是他们的事 总而言之,圣经是这样做 妻子要顺出丈夫 这在主里是后遗的 他应该是什么? Fitting 你必须这样配合 有很多时候 我就劝这些年轻的女孩子 找到这个男人 你不愿意顺服的 你最好不要嫁了 可能将来 还是要离婚的了 老年妇人要教导年轻女人 爱丈夫,爱儿女 这是提督书第二章第四节 妻子要顺服丈夫 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 所以这里有一个措施 这样若有不信道的丈夫 所以这里讲 就算你的丈夫不信耶稣 你也要顺服 因为他这里说的 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 这样若有不信道的丈夫 他们也可因妻子的品行 归信主 所以这里说 所以这里说 如果你的丈夫不信耶稣 你也要服从 就是因为你 他不信耶稣 你还要听他的话 服从他 他会因为妻子的品行 归信主 很可惜 现在的情况呢 有很多做不到 但是呢 我不能 因为人做不到 我就不讲 我还是必须照圣着讲 这是我的责任 最后啦 男人不与女人联合 成为一个肉体 是好的 这也是圣经里面讲的 孤灵多前书 第七章第一节 所以这里你可以 如果你照你自己理解 你可以这样讲 如果一个男人 能够不结婚呢 是好的 他说 男人不与女人联合 成为一个肉体 是好的 这是最准确的翻译 他英文是怎么样 怎么说 United Unite himself with a woman 就是 如果男人 跟女 不跟女人 或成为一个肉体 那是好的 但要避免淫乱 淫乱呢 大家要学哈 Fornication Fornication 所以你分开来 王俊修 这不是你发现的方法吗 这样容易 因为他礼拜五来一起读圣 英文读圣经 他就学习到这样读了 Fornication 就是 为避免淫乱 男人看见女人 竟有欲望 男人 当过有自己的妻子 女人 当过有自己的丈夫 这是圣经记者 我不解释 就是跟你们分享 一起学习 波林多前书 第七章 第二节 丈夫要用赫宜的份 带妻子 同样 妻子也要这样带丈夫 她赫宜的份是什么呢 要读下面第四节 赫宜的份是什么意思 妻子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 乃在丈夫 丈夫没有权柄 主张自己的生子 乃在妻子 就在这里吧 照我能够理解 就是结婚 是一种很大的冒险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特别是对女孩子们 结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这是根据我能够理解的事 因为她这里讲得很清楚 你结了婚 你成为人家的妻子 在某一种情况之下 你没有权柄 控制你自己的生子 乃在你的丈夫 丈夫也是这样 你结了婚 你放弃你自己的肉体 没有权柄主张 乃在你的妻子 那就是放弃了你自己的主权 这是非常清楚 传世约人 三年级就能够明白 所以在这里结婚的年轻人 我通常都要给他们讨论三个小时 然后我才决定 你们可以在这些结婚典礼 我可以签你们的结婚证书 就是这些经文 必须把它搞清楚 夫妻不要彼此亏负 除非两厢情愿 暂时分房 为什么 唯要专心祷告 不是唯要看筑球菜 也不是唯要打几位麻将 乃是唯要什么 专心祷告 世界上很多人我知道 他为了要跟朋友喝酒 或者是搞什么东西 不是要为专心祷告 我只是照圣经 夫妻可以分房 但是不可以彼此恢复 分房 暂时分房的条件是什么呢 为了要专心祷告 这是圣经里面讲的 全世界 他认为 Give yourself 把自己拿出来 做什么 祷告 非常清楚 Give yourself 去做什么 祷告 在这个情况之下 夫妻可以分房 然后 人要同房 满得情不自尽 被撒旦诱活 很清楚 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 全世界 两千年来 如果都是这样做 这世界 全世界 现在就没有人打仗 在我的实验就知道 全世界很多很多 战争麻烦 普通的麻烦 都是夫妻之间的亲情搞得不好 总而言之 重复一次 这非常要醒的 截了婚的女人 变成妻子 你变成妻子呢 放弃你自己生起的主权 丈夫也是这样 在现实来讲 所以结婚呢 是个很危险 商量恩待我 我从小在香港长大 到处都是山 我喜欢爬山 也喜欢冒险 所以我选择结婚 这个很大的冒险 直到现在 我没有后悔 但是感谢 我是感谢神恩典 因为我们结了婚 我们没有很多人 避免淫乱 我们在教会里面传道的 从香港到现在 避免淫乱是件 非常非常要紧的事 因为传道的人呢 见到很多非常漂亮的女孩子 特别我传道的地方 在香港的时候 有时候我要告诉我太太 如果这个某人来看我们 你一定要跟我们在一起 你不要离开我们 单独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这种就是要避免的 你必须要控制的 所以我但要避免淫乱 男人当过有自己丈夫 妻子 女人当过有自己丈夫 夫妻不要彼此亏负 除非两相情热 然后呢 人要同房 免得情不自尽 对撒娜诱 我还是以为 男人都像我 我使徒保罗 不结婚是好的 使徒保罗还是这样讲 不是我讲的 那我讲的 我也会想到 那世界上的人 不是没有了吗 不结婚没有孩子 就缺种了吗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说现实是这样 使徒保罗是这样做 我还是认为 人都像我不结婚就好了 我对没有结婚的寡妇说 我对没有结婚的活寡妇 就是离了婚以后 或者丈夫死掉了 使徒保罗讲的 我对没有结婚的活寡妇说 他们都像我这样 不结婚就好 如果你离了婚 不结婚是最好的 但若是自幼能力不住 这个最好的翻译 Do not have enough self-control 如果你自幼能力不住 就要结婚 免得浴火崩兴 所以我说圣经 是非常实在的 现实的事情 见论了 使徒保罗说 夫妻之间的大 是极大的奥秘 所以我刚才已经提出来了 我只以各位分享 圣经所记的一些情况 所以大家自己 把今天的讲章 好好的考虑 学习 建立夫妻之间的感情 你既然结了婚 你的妻子就是你自己 所以你必须要爱你的妻子 好像爱你自己 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爱了 应该不是人了吧 OK 那是很严重的话 所以我不再不愿意再讲 愿神赐福 保守各位 你的妻子 谢谢大家